宾州原任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 今天正式宣布退出行动党 斥责火箭在这次宾州选举的候选人排阵 并非新陈代谢 而是党内存在皇帝排除异己 针对宾州看守首长曹关友 拉玛沙米还说 虽然党领导口口声声支持曹关友继续担任首长 但不排除他会半途下车 宾州原任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 正式与行动党撕破脸 并在今早递交信函给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和宾州看守首长曹关友辞去所有党职 卸下长达18年的党籍 他坦言这是他从政以来的一项艰难决定 但火箭内部确实有一些事情和作风 让他看不过眼 他说行动党在这一次宾州州选的候选人排阵上 将不少人拉下马 党领导层口口声声说 是在新陈代谢 给新人机会 实则是有皇帝在铲除一击 拉玛沙米说三名年轻的元任行政议员 和州议员和州议员像是杨顺兴 孙立志与沙迪斯都被除名 这根本不是在让路给新人 而是有意为之 要让曹关友在宾州孤立无援 他还说即便党领导层承诺 让曹关友继续担任宾州首长 但不排除在未来曹关友会中途下车 拉马沙米还批评陆兆福和行动党副主席尼克敏 在最后一刻才通知他被除名 这么做不仅没有礼貌 更让他感到不受尊重 无论如何 他说他会继续力挺北赖区州习独立候选人大卫马歇尔 并继续支持西蒙 曹关友和首相拿都斯里安华领导的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